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是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 拥有全球最多的世界遗产 当我参加美国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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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他的同志 澳门记者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最重要的政策的政策 所以我认为这样 不是这样的 你认为意大利是准备 更多的中国游客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风云对话》 我是小甜 《风云对话》又一次走进 意大利大使馆 这一次我们的采访嘉宾是 意大利旅游文化部部长 弗兰切斯基尼 弗兰切斯基尼 这次到访中国北京 分别会见了中国文化部 旅游局和广电总局 对应的相关中方官员 看得出 意大利的旅游文化部 是一个内容涵盖丰富 跨角度跨领域的部门 弗兰切斯基尼自己也说 他领导的部门是意大利 经济相关领域最重要的 政府部门 当然 基于意大利的文化历史现状 以及现在旅游业 在GDP中所占比例 这一点不难理解 下面我们就先回到 采访现场 听一听这一段 关于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 以及旅游的对话 有据赞美说 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类文明 意大利都是被上帝眷顾的地方 在30万平方公里 形似皮靴的土地上 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 47项文化遗产及4项自然遗产 意大利以总数51 高居世界遗产名录榜单之最 所以说行走在意大利 就犹如在参观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从史前岩石雕刻群 始建于五世纪的水城威尼斯 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名圣 再到文艺复兴之都 佛罗伦萨 庞贝 西西里 纳布勒斯 意大利呈现出的各个都是响亮的名字 一边旅游一边接触 丰富的文化瑰宝 富朗基部长坦言 在意大利文化和旅游 这两个领域密不可分 势必要放在一起谈 2013年 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 正式更名为文化遗产 活动与旅游部 意大利人将文化遗产保护 与当代艺术 新建筑 博物馆 电影 体育 和旅游等事业放在一起管理 是为实现在遗产保护的过程中 有更广泛的公众能参与其中 本日文化尔与优优独播剧 明镜与优独播剧 本日文化尔与优独播剧 本日文化尔与优独播剧 是可也不要咱们 是为了以亚多多數字 永远马尔优独播剧 本日文化尔优独播剧 因為遊客們想要來台北 當然要來自發展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意義 不只是在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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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餐廳 汽油 廚師 工廠 品牌 所以所有這些都在 同時的職業 都能夠投資 在這個大財產 和給予世界的旅遊人員 意大利人不斷地 對這些藝術瑰寶 進行探索發現 用更豐富 越來越先進的技術手段 展示他們的價值 這個過程本身 就結合了其他文化事業的發展 也印證了一句有名的諺語 叫條條大路通羅馬 視為諺語 可見羅馬建成的歷史之悠久 公元前三世紀 羅馬統一了整個亞平民半島 200年後 羅馬城已成為地跨歐亞非三州的 羅馬帝國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中心 為了加強統治 羅馬帝國修建了以羅馬為中心 通向四面八方的大道 東西交會 南北溝通 2000多年的歷史 在羅馬慢慢沉澱下來 羅馬也被稱為永恆之城 我這裡有一個圖案 顯示 旅遊業業界 有10%的利益 歷史的利益 每年 你覺得這份量 是正確的 在利益 既然 文化的利益 在意识中,在意识中, 是一个重要的传率, 但它可以增长很多。 这个努力, 在意识中, 在意识中, 是一种努力的 投资的投资的投资的投资。 投资的投资的投资, 它是一个大专业的投资, 所以,公司和公司的投资 是一种方式的投资, 移动的投资, 移动的投资,移动的投资, 移动的投资, 是一种方式的投资, 合作为自由的投资, 提起来的投资是一切的投资, 在中国与大利亚的投资, 在质量的投资的投资, 是一种方式的投资, 开人的投资, 在一种方式的投资, 是一种政治的投资, 在吃的好方式的投资, quindi investire in culture è anche una condizione per attrarre investimenti stranieri e quindi questo porta crescita economica. Il bilancio del mio Ministero, quest'anno, è cresciuto del 37% rispetto all'anno scorso, è una dimostrazione che tutto il governo crede nella cultura e nel turismo come veicolo di crescita economica, quindi qui la percentuale crescerà. 我做了一些其他社会,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 在我的政治生活中 我曾被认为了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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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他的计划记者 我曾经叫我去管理的最重要的政治货席 我真的相信这不是这样的 不是一件事 所以你能有几个数据的数据 多少钱是购书的 购书的购书每年都要购书的购书 每年都要购书的购书 今年我计划是2亿亿亿亿亿 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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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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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39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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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ilioni di euro per la manutenzione straordinaria non sono abbastanza perché la vastità del patrimonio italiano richiede investimenti più alti noi siamo impegnati a crescere questa disponibilità di risorse e soprattutto abbiamo approvato una nuova legge che prevede un incentivo fiscale molto forte per le imprese e i cittadini che destinano una somma dei loro redditi per la tutela del patrimonio culturale del paese questo aiuterà molto perché integrerà le risorse statali questi numeri sono le risorse dello Stato sul proprio patrimonio ma in Italia una grandissima parte del patrimonio culturale musei, siti archeologici, monumenti, palazzi e proprietà dei comuni che finanziano i restauri e i recuperi con le loro risorse per avere una dimensione l'Italia ha circa 4.500 musei di cui 450 sono dello Stato ma gli altri sono dei comuni, delle regioni, della chiesa, dei privati 世界上的第一家银行就诞生于意大利 可悠久的历史并没有造就意大利银行业 强大的盈利能力 8月12日 欧元區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 作为仅次于德 英 法的欧盟第四大经济体 意大利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GDP增长仅为零 显然 债务危机的影响依旧深入 银行业尚处在崩溃的边缘 近日 意大利政府终于出台了一套方案 旨在解决500亿欧元的银行不良贷款 在前景暗淡的发展之路上 还得要旅游业为国家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 8月4日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有报道指出 意大利国家旅游局公布了未来三年的发展计划 在经历了多年的预算缩减后 意大利将重新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 目前已确定七处意大利股计 可能将接受注资 以便进行恢复 维修和改良 非常有趣 你所说的有一个计划 欢迎其他社会 要投入货币业的投入货币业 所以我的问题是 首先是它也要投入货币业 如果是一类的投入货币业 如何会发生出货币业 阿特 亚地区的投入货币业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企業的企業,但必须要有一些企業的企業 而且可以支出了高額的企業,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国家的支出 有些企業的企業,有同企業的企業,有很多企業的企業 或是朋友的一商店, 购乎的贡献金 信用的保持 的藏价, 但是作为何费 贸易 花费? 一个人的费目 购乎人名字 或是一企团的 费目的费目 是一部分费目的费目 是一件事费目的费目 全世界 一家企团的费目 在我的意見,這個計劃叫做兩種金融資金 另一種金融資金 所以當我們談到金融資金 如何是一家公司或一家公司 會有負責? 我意思是負責,如果是金融資金 這個計劃是負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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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把意大利的文化艺术史 比作西方艺术发展的缩影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出现了许多大师级人物 贡献出数百部传世佳作 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被誉为世界美术杰作之冠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 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内 巨幅屋顶壁画 虽属宗教题材 却充满热情奔放 力量无穷的英雄形象 被称为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作品 在意大利 著名的建筑兴罗齐步 而在小城深处 知名度不高的景点 也魅力四舍各有千秋 意大利国家旅游局 今年发布的新计划 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 这些非著名景点的发展力度 ENIT, 之一的 预防计划 也被推出引起了 这年代理由 就提到很高的一年 剧情的故事 也许说 但在建立的建立,建立的建立,建立的建立, 建立的一模型, 只想想想,当建立的建立, 当建立建立建立, 建立建立,建立的建立建立, 現在建立建立建立, 是1,200,000人的建立, 所以建立的建立, 新增加了比资, 更多的建立,建立建立的建立, 在建立建立的建立, 有些奖斐的印度提供美羽, 那些奖斐的kehr市, 也有些奖斐的特殊全家不曾經歷行的游市, 就像是咱日本人的尊重, 中途一年俗酒店要向大家逛逛� little. 所以我们改正了 championship的一组公司, 所建设的新领域于不少人, 跟大型的聘用力 在前面的生活中 我們會有所在的屬服 在世界上 也會有所在的新的服務 所以,一年新的新的行動 所以,一新的新的行動 當然,我們要的目標 是通訪住宿舍 而通訪住宿舍 通訪住宿舍 為了解了解的 了解的藝衣性,人工藝宿舍 特色 封叫做了安若 本來人所親這位 不止尊重來 大崩詐的藝衣性 専光地都知在全世界 一旦旅遊會看到 Venezia a Firenze a Roma ma fare conoscere tutte le bellezze minori che sono splendide ma che non sono sufficientemente conosciute nel mondo e che invece possono attrare turismo internazionale di qualità anche per questo abbiamo portato a Pechino in questi giorni una mostra su un pittore ferrarese dell'Ottocento Giovanni Boldini una mostra bellissima che le consiglio di vedere e consiglio a tutti di vedere non è un pittore conosciuto in Cina ma che è stato conosciuto in tutta Europa e può far conoscere se stesso è una città, è la mia città peraltro una città rinascimentale molto bella tra Venezia e Firenze lungo la linea di alta velocità ma in cui non si ferma il turismo internazionale che meriterebbe quindi fa parte di questa strategia di far conoscere l'Italia meno conosciuta è stata una città rinascente e la città rinascente la città rinascente 中文官 ,也许的第一次csdon , 響选串若论和中文官是由一國的高 clergy 中文官的通常拼 从许多的职铁 以此为何能出反映的一世间 中国的英国大学大学 在最后中文官的指引 我们想要超过重拼 象征 城邇上事情是必须有一个比资 中文官是否计划 高兴 因為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全民,一個公共的美景 或是一種美景的景色 所以要組合一些新的地區 是否相似的保護 可以成為一個很大的友誼 和一些新的運動 所以我們在這裏的市場上 中文和中文字幕提供的部分 在其他地方所提供的部分 我印象一下 我印象一下 有些东西和中国的地方 是与其他地方 有很多画面的画面 或是与其中间 在外面的位置 我问一下 会有些画面的画面 与其他画面的画面 或是 你会想到 画面的画面 或是与其中间 的国家的文化 在美国的文化 作为一个方式的表演 或是推荐自己的图片 当然,它是否则是出现的 那些作品是出现的 其他地方 如果是则是被创造的 则是被创造的 则是要重新参加 如果是则创造的 则是创造的 在十年代或在世上 则是否创造的 创造的创造 或是在国家的计划 而是世界的建计, 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的建计 我相信他们是一座的区域 在世界上的建计 而在世界上的建计 不只在建计它们的建计 但在世界上的建计 而是一种活动的建计 的建计的建计 的藝人和文化 如果在世界上的建计 我们有了选择的武器 我们有了一种武器的保护 也认识了在全世界 是游戏人 为了保护文化的文化 由于我的省省 在年轮上有充满 能够取得益录的活动 选择选择选择 以为我们拒绝 经常会出现 经常会出现 有资深玩家说 走马观花式的游览 可不是意大利的正确打开方式 罗马帝国的荣光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 以及时代更迭的腥风血雨 给意大利留下了 不同的文明形态 而近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 社会福利全球领先 又赋予意大利人 特有的生活风格 弗朗基部长说 来意大利旅游 在感受这个国家的同时 还能看到不同领域的工作者 骨子里都深藏着 一种特殊的文化气质和美感 如果来到旅游 你认为了 加上旅游的旅游 更多旅游的旅游 有些超级的能力, 非常完美的旅客 我们也找到 与众局的旅客 与众局, 与众局 与所有的主要 与众局 要与众局的主要 与众局的旅客 让我们与众局的 与众局的合作 和与众局的旅客的旅客 联合国旧科文组织登记在侧的 世界文化遗址名录中 意大利的遗址数量排名第一 紧接着就是中国 那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和意大利 有意将两国的文化遗址揭对子 跨国跨时空的揭对子活动 除了新鲜有趣以外 相信也会有一定的市场文化影响力 在采访最后 我们还谈到了流落海外的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部长弗兰切斯基尼的态度是理性淡定的 他说如果文物艺术品的获取途径是合法的 那么就会尊重 并且相信这对宣传意大利文化艺术 也会有积极的效果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